大家好,我是王狗 台灣有一個地方叫做碧潭 在日治時期稱為台灣八景之一 我記得我小時候去那邊的時候還非常熱鬧 倒是從哪裡都是冷 結果現在隨著時間推移 反而變成晚上的碧潭比白天還要熱鬧 他從1937年之後就興建了碧潭吊橋 結果發生了蠻多起意外 包括有橋生跳河自殺 小鴨船反覆死亡 甚至是上面有一個廢棄有的人 還傳出有工人被活活壓死的情況 直到今年都還有人在此處尋斷 當然那裡有沒有鬼或者是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我們都不能夠去證實 畢竟傳聞也是傳聞 但是裡面有一個非常非常非常有趣的鬼故事 我想在這裡跟大家分享一下 阿華是一個堅定的無神論者 他記得那個時候是暑假 想要去碧潭邊釣一下魚 但是由於暑假嘛 天氣又熱 所以他就選擇在晚上的時候夜釣 那釣魚的地點呢 就選在碧潭的山裡面走差不多10分鐘吧 就可以到水岸邊 算是一個私密的景點 那正常來說 他去的那個時間12點 是不會有人在那邊釣魚的 但是呢那一天 當他一下去 他看到了 一對母女 在那邊釣魚 哎唷 蠻特別的喔 釣魚就算了 而且還是一對母女 但畢竟都是釣魚的人嘛 所以他就上前跟他寒暈了幾句 他把椅子架在跟 那對母女大概只有5公尺的距離吧 兩個可以互相照應 其實也是蠻好的 他就開始釣 釣啊釣啊 在這一個小時之內呢 他釣了至少5-6條油吧 還蠻順利的 準備要換魚耳的時候 他突然發現水裡面 有兩個黑 他瞇上眼睛一看 看不清楚裡面有什麼 然後再拿手機頭一照 欸 是兩條青魚 但是呢 也蠻奇怪的 因為正常來說 魚被手機頭一照 應該會一溜煙的散去 但是那兩條青魚 卻還是在那邊 慢悠悠的游來游去 不過啊好啊 畢竟是一個釣客嘛 趕快準備好 猛狗被釣竿 準備把那兩條青蛙魚 勾上來 丟下去 噗 沒有勾到 就這樣 連試勾了好幾次之後呢 真的蠻怪的 那聲那種罩 他不走就算了 連一直勾他 他也不跑 還是在那邊游來游去 他看了就有點火 拿了一把土 往那邊扔過去 爽 魚就 游走了嘛 然後他就繼續釣他的魚 大概又釣了10分鐘左右 隔壁的媽媽 就突然走了過來 拍了拍阿華的肩膀 指著水面上說 誒 你看那邊 阿華就往水面上看了一下 媽呀 那兩條魚又回來了 他就心裡想說 這兩條魚 真的是非得入我的肚子不可吧 所以就跟旁邊的媽媽說了 剛剛的狀況 那個媽媽也蠻好心的 一起幫阿華釣那兩條魚 但是釣了一陣子之後呢 那兩條魚 還是悠悠摘了在那邊游來游去 阿華就想說 嘖 那也就算了吧 釣了那麼多次 也都釣不到 沒有打算要理那兩條魚了 這個時候 有趣的事情出現了 那個媽媽 低著頭 突然脫殼而出一句 你會游泳嗎 阿華認了一下 但是也馬上 隨機明白他的意思 不過當時的天使很晚 他也差不多要離開了 所以他就跟那個媽媽說 下次吧 那個媽媽也馬上就接著說 好吧 那真的蠻可惜的 本來想說 我下去抓 你來輔助我 阿華聽了聽 嘖 覺得蠻怪的 可是又說不出來 是哪一個地方怪 就笑笑的趕快走了 回到家之後呢 阿華馬上把這些事情 告訴了他的家人 他的家人聽了以後呢 馬上跟他說 你遇到水鬼了 聯邦得要趕快把他帶去 給師父問世收盡這樣子 阿華雖然不信 但還是為了家人嘛 跟著去 到了問世的那邊呢 算是一個小攤子 他一坐下之後呢 師父馬上跟阿華說 最近是不是想去水邊 阿華當下聽了 嘖 真的有點雞皮疙瘩這樣子 師父接著馬上說 最近去水邊的時候 你差點被抓交替 你知道嗎 阿華聽了覺得說 還是不相信這類的東西了 也沒有打算解決後續的問題 就離開了 過了幾天之後呢 阿華早上在吃早餐嘛 看一下 欸 曾經新聞有哪些 突然看到 很涼 密閉清雲 仔細看了一下 新聞裡面的地點 壁壇 想說 奇怪 不會那麼巧吧 他再更仔細的看了一下 發生的時間 恰好就是 在他釣魚的那一天早上 這就是整個故事的經過啦 當然這個故事我們不能說它是真的還是假的 現在有的故事不是 導航的故事嗎 也被改變成好幾個版本 他朋友聽說 或是他朋友聽說 他朋友聽說 所以這種故事呢 很有可能都是流傳很久下來 輾轉變成 當地的故事 那邊有發生過 這邊有發生過 那邊有發生過 當地的人會改變一下 都有可能 也是要跟大家說 其實 每一個地方 不管它是有名的還是沒有名的 都一定會有當地的一些傳聞 傳說 會生會贏 但其實 還沒有人能夠真的去證實 我們也有一種娛樂的心態去看它就好 有機會的話呢 我也可以去 他們所謂的那個壇邊 做做看故事傳說 因為畢竟 這些報紙的考證 就不會是假的了嘛 那關於釣魚呢 其實也有一個 蠻有名的傳聞 你去海釣的時候 如果你連續釣到三條幽椎 聽說就會有水鬼跟著你回家 這個也是蠻酷的 不知道有沒有人有類似的經驗 好啦那OK 影片就到這邊啦 如果喜歡我的YouTube頻道的話 也可以幫我訂閱和按讚和按讚 訂閱和按讚 訂閱大家好,我是王狗 我們下次見 掰